上班辛苦一天 終於回到社區大廳要來休息 不過臺北有管委會公告 沙發只能限坐一點五個小時 也迎來熱議 社區新公告曝光 寫著社區大廳為社區門面 嚴禁將沙發區域當自家客廳使用 住戶使用限時一點五小時 有當事住戶不滿 認為自己每個月都繳進三千元的管理費 憑什麼限制公共空間的人身自由 不過總幹事則表示不滿可以搬走 一度鬧到警方差點都來 網友看法不一 認為公告寫成這樣 事情不單純 一定有人把大廳當沙發 而大廳是屬於公共區域 管委會管理天經地義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規約 可不是管委會說了算 需要決議 社區是大家的家 結果新公告引來住戶戰火 恐怕只能開會再討論 才能達到共識 目前也只能先互相體諒 以和為貴 三天新聞 台北三報道 是最終一位 封如有關公告的 從小天市場 從小天市場 局在前面 公告的